欢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度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的第六轮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隔方,道家思想比愚家思想更适合现今香港青少年处世应是》 《悦方,愚家思想比道家思想更适合现今香港青少年处世应是》 今天的比赛将会由《隔方,圣市提反书院》对《悦方,保良局8周年里少宗纪念中学》 欢迎两间学校的同学 接着我会介绍今天双方的辩元 今天双方的辩元 今天双方的辩元将会由《隔方》的主辩余天恩同学 第一副辩是陈南同学 第二副辩是叶正妍同学 以及结辩是宁思泳同学 接着来介绍粤方的同学 双方的主辩为雍雅琳同学 第一副辩为何安利同学 第二副辩为方淑瑶同学 以及结辩为戴晋哲同学 欢迎 好,接着来会为大家介绍今天三位的评判 他们分别为 香港中文大学粤语辩论前队员 盐慧怡小姐 第二位是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粤语辩论前队员何浩章先生 以及第三位为入书院辩论前队员莫晓怡小姐 辛苦了三位评判 本场的比赛会分为主辩、台上发问、第一副辩、第二副辩、台下发问和结辩合共六个环节 台上辩论的发言时间为4.3.3.4. 每位台上辩论发言时间结束之前的30秒会有一丁提示 将会由主席去丁,到时会做手势和丁 时间够会有两丁提示 过时15秒会有三丁提示 到时会打断辩论发言并提醒评判扣分 详细的赛规早前已经发布了给各家学校 请问双方的同学有没有任何疑问? 我想问粤方的同学是否有疑问? 没有的,我看到你们好像举手似的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比赛就会正式开始 现在先请甲方的主席发言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听得清不清楚? 是,清楚的 好,叮! 主席、评判、一帮同学,还有各位大家好 身于21世纪,现代青少年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不再为温饱而苦虐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人在实现生理需求之后 就会追求更加深层次的心灵满足 例如社交、尊重、自我和超我实现需求 因此,今天要衡量变题 就要审视瑜伽和道家思想 如何更能够帮助香港青少年在社会上纳烛 今天要讨论变题 先要厘清两个概念 分别是逍遥和齐蜜 道家思想以老子为经 以装子为位 道家思想里面的逍遥是指 以消解新型区和世俗的枷锁 心灵不被爱物而拖累而自由自在的状态 齐蜜,也就是平等观 强调万物本质如一 人与蜜,大自然,皆为一体,皆为平等 我方认为道家较适合,原因有二 第一,打破正反义立,尋找探索自身 社交媒体占据了现代人的生活 人制关系的概念也都因此而产生变化 更影响青少年建立自我形象 香港儿科医学会及香港儿科基金 在2018年访问了2000名中小学生 当中超过九成人有使用社交媒体的习惯 近七成人指他们会因为人家没有被赞好而感到不安 更加重要的是,他们比起现实里面的自己 更加喜欢自己网上塑造出来的形象 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一套的价值观 要勉强自己去符合社会的期许 都只不过是扶子劈奴,增添心理压力 不理青少年发展自我 而John子里面的逍遥游就正正交到年轻人要无胎 也就是不把生命当作追逐任何外在目标的工具 不受限于世俗的框框 去安心地展现最真实,最自然的灵魂 尋找真我,去探索自己无限的可能 无论是赞美还是批评 我都可以选择聆听或者略过,选择坚持或者改变 思考怎样才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泛民有方同学,在瑜伽要遵循那么多规范之下 又怎样可以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呢? 第二,度假思想开明符合平权兴性 现代社会思想更开放,强调平等 兴起黑日也使命,同类权等社会运动 这个时代背景正正为年轻人创造了合适的条件 令年轻人考察人人平等的这个概念 拥抱不同和差异 度假思想里面的齐物量提出 天地如我并生,万物如我唯一 强调万事万物都是平等,无高低之分 与平等的概念提及 当无什么被定义为好,定义为美,定义为善的时候 人能够重新为这些东西赋予意义 而相反,瑜伽强调的是阶级、人禽之别 等等的传统观念 以男女之分的传统观念为例 礼记、效特性里面有一句 苦人,从人者也 幼重复兴,忌驾从夫,呼死从子 这些瑜伽思想在潜移物化里面 建构了难尊类别的社会 传统观念和现今的普世价值有冲突 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处世态度 度假思想正正能提供这些平等 尊重的思想教育给新一代的年轻人 而瑜伽未能做到 因此度假思想更为适合 最后我想问有方同学 瑜伽思想如何帮助香港青少年 減轻心理压力 多谢各位 好,夹方主辨堂的发言时间 为3分57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下来是会去到粤方的主辨 你会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的话可以向我示意 小麦小麦小麦听不听得清楚 是,清楚的 可以 大家早晨 专名学家林语堂先生曾经说过 度假和瑜伽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 一宇宙道破了瑜伽学说的互保性质 事实上不止互保,两派追求甚至有共通之处 对于两派都是道人乡先 例如无论用黄老之国 只推瑜伽天下都港求爱闻 而万子早有文惠贵 舍迹赐资,封为兄的名居 由此带出今天有方开明的几大问题 先是因美亦亦养,制造假对立 有方今天跟我们说 瑜伽是重视阶级蚂虫权威 但论语话,以道士君不可得止 万子话,君有大过之间,反复之而不听,则亦归 所以根本就不像尤方那样,重视阶级 但其实要数到尤方最大的失误 就是尤方今天很离地 而且尤方不识了青少年阶段的独特性 令到何为适合,根本无从谈起 好了,今天要审视遍题,适合意志 首先认清香港青少年究竟要面对 何种世道和人生的处境 再比较愚度,应对有什么后果 幸运何者更加有助青少年安身立命 对于世道有两大挑战 挑战一,在香港的社会竞争激烈 青少年面对不将质退的处境 由小时候赢在起跑线,去到成年出社会做事 始终逃不开一个争竞 眼前我要面对的是,在学校要赚排名 面试要斗丰富的简历 我都不敢想将来,要和人抢楼和抢工 考评局之前说,要开放文坪士被内地申考 商机局又说要引入内地人才 前两天特首直接说要全球赚人才 各位,香港青少年是否真的可以 好像道家所说,有随心所欲的本钱呢? 如果欠学位,欠工作都不争之争 是否真的有前途呢? 相反,等于教我们的是天行见 君子意志强不息 由青少年期开始培养,尤为重要 根据德国心理学家压力信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 青少年期是构建自我人生观形成的阶段 所以用瑜伽润很积极的人生观 才是帮助青少年面对香港无止境竞争的最佳装备 世道的挑战意义是社会保障少 香港并不是一个福利的社会,人尽皆知 如果你人工买不起私楼,在新加坡很快就可以申请到组屋 但在香港,就先在劏房引受三五七年 如果你疫情失业,又没有迹速,在欧洲就会有失业的救济金 但在香港,中央情况好听些就是智力更新 其实真相是拜托自救 如今教青少年的是不远天不由人,怕喝而上 还有可能有把握向上流动的机会 但如果以道家应勢,博王为这样说 走到山穷处,坐看云起时 那青少年就真是山穷水俊了 最后讲下主事,社会是由人组成 人生在世,最重要是学会处理人制关系 由小到大,以礼、待人、以和为归 这八个字相信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早早见到人说一声,早晨 有人帮你说一声,麻烦 面对硕士客气一点,这不是表面功夫 而是向人表达善业去建立关系 相反,道家重视个人多于社会 教人要超脱礼教,容易在人制关系里面造成误会 这点对于香港青少年而言是尤其重要 首先,香港人是一个非常重视人论的社会 不止得外国,个人主义、性行 同时,青少年是进入成人社会的最后阶段 一旦融入了社会之后 却无意适应社交化 将会对青少年的发展造成多大的影响呢? 最后想问下右方,但香港是一个竞争激烈 不争就没有前途的社会 青少年应该争还是不争呢? 谢谢各位 越方的主便发言时间为3分45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会是台上发文的环节 会先由甲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 向越方的主便提问,发文时间为1分钟 之后会由越方的主便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然后作答时间为1分钟 提问和准备都是一样的 会在时限完结前的15秒有一丁提示 时间够的话会有2丁提示 接着会到越方派出台上便员 向甲方的主便提问 如此类推 评判亦请留意 比分的时候 越方的分子第一格 依据发言的次序会是回答的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文的分数 如果没有问题 现在会先由甲方派出一位便员 作出发文 你有1分钟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评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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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没有想过的时候 就是现况下根据青年协会的数字指出 年轻人的压力是十分巨大的 因为学业成绩这些压力 其实心理压力很大的年轻人的比数 已经来到49.8%的时候 这些所有的规限 给他们劝他们要做君子要做原人的这些论论 是不是就是令到他们心理压力更大的其中的因素呢 多谢各位 好 现在会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在带路上 你们一起评论 谢谢 谢谢 好,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粵方的主辯同學作答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粵方其實儒家也有被青少爺全息的空間 其實今天儒家說的是青少爺要有上進心 而上進心是說對未來有積極向上的態度 而不是鑽牛角尖一味麻木衝動地去衝 還有,儒芳,當你不競爭不上進的時候 生活差,難道就沒有生活壓力了嗎? 反而是你上進,像儒家思想那樣 你上進為自己爭取捕捉自己的生活 才有這樣的能力去調整心態,儒芳同學 好,謝謝 好,接下來到粵方的提問時間 請粵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發問 你會有一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師妹,師妹,聽不清楚? 是,聽到的 可以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提出兩大論點 第一,打破自我形象 建立自我形象 第二,開明平權 有方同學,這些可能很好 不如有方同學看今天清楚的辯題 辯題講香港青年 今天我方主辯的時候已經說了 香港青年面對處境是什麼? 不爭就會死 有方同學,我問你 好像現在青年那樣 你們道家所提倡說不爭之爭 即是怎樣? 即是要收自己的風利 即是不要將自己的才能展現出來的時候 想問是有方同學 這個不爭之爭 在香港凡事都講求競爭的情況下 請問有方同學怎樣生存呢? 是否有方同學就覺得 將所有自己的才能收起來 圈養給別人 這樣在香港社會上便會生存到呢? 多謝各位 好,那接下來是一分鐘的預備時間 請問我一下 我們可以去看 他們的意見 謝謝 我們可以去看 遊說 每次的問題 請問我嗎? 請問我 我們 好,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有請甲科的主辯同學再出回應 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可以去我示範 丁 各位大家好,首先謝謝有方同學的提問 有方同學今天問我們 有方同學說競爭多了 但其實有方同學都沒有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根本現在就是全球化 而且我們青少年的選擇其實是多了 所以有方同學今天就說我們離地 說我們什麼 但其實有方同學就是令到青少年心理壓力 說上加傷的人 因為有方同學就是沒有留意到 其實有多少人是因為讀書壓力而自殺 其實人生出路是很廣的 但有方同學就很短視 就覺得你要追求更多的東西才看 但其實滿足自己都是一種逍遙 滿足現在有的東西都是一種處世的方法 其實獨家思想的核心是騷擾成 和別人相處和修身 所以莊子內篇七篇裏面有說的東西 而這些就教導了他們找人生的目標和指導 而不是盲目去跟社會的規範去爭 好,發言時間結束了 好,那台上發問的環節就結束了 接下來是會去到隔方的第一副面發言 你同樣是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的 不好意思,請問你聽不聽到嗎? 是,聽到的 準備好 好,叮!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在 各位,大家好 回應剛剛同學們說的事情 他們說學習是很重要 一定要有上進心 以及不停地強調是一定要學習、學習、學習 以及要競爭這樣才有出路 但有方同學仍然沒有去回答我們主編的問題 現在才想怎樣去幫助香港青年人減輕心理壓力 以及有人認為學習會令到心理壓力太大 甚至香港有很多不同學徒 就是因為這個壓力而去自殺 這樣是不是也是好呢? 而變題也不一定適合 有方同學用一套又一套的標準 去套落所有人身上是真的合適嗎? 而有方同學仍然是說困難 而沒有說解決的方法和怎樣去形容 有方同學主編又說 要尋找自我都要靠其他人 同學相處才可以反映自己的定位 但其實不要因為其他人的意見來改變自己 不要跟其他人相處 是兩回事 所以莊子的人間何才會去教相處之道? 有方同學不要偷換概念 其實香港要跟國際接軌年輕人 理應學習平權的思想 老子以人為人道的觀念說出發點 強調人生來平等 機會、權力、理應相同 可笑的是剛才有方同學說到 現在沒有階級觀念 但其實很明顯有例子是成為有的 現在不僅提倡男女有別 還去提出階級觀點 恐之想恢復的禮 建立於長有尊卑的制度之上 而官為神網、父為子網、父為妻網 現在思想是令到君主又握制人民思想的合理性 亦是令到上層可以管制中層、中層可以管制下層 以下層又繼續向下施壓 而當這個尊卑出現的時候 人民的思想受到疑惑 自然會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 人心而為人 其實理應是受到平等、尊重和權利 現在思想而階級分別人 不是正確的處世態度 而香港的年輕人也應該靠著 學習道家思想 學會不要因為年齡、性別、種別、階級 或者任何原因去劃分人 還有我們又想問到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不停強調人意 但是我們想知道的是 其實在當代社會沒有絕對的對同錯 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不同的對立面 而如果不分場地、苦衷、目的之下 有一條絕對界線是否真的有必要呢? 而是否真的可以反映別人的思想、行為? 而是否真的可以定到應該怎樣去做、怎樣去處理? 定定 謝謝,謝謝大家 好 甲方的第一副面發言時間為3分02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下來是會去到粵方第一副面的發言 那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試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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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嗎? 對啊聽到的 可以 謝謝 還有各位大家好 其實有方今天最大的問題是指見好處、不見識到 有方同學也說 今天電台是討論怎樣幫助清晴人立中 但却没有考虑到今天重点在于社会和清澄的特质 道家访求不争要避世 有方忽略现今社会竞争极烈 有方所谓道家思想 如何帮清澄人竞争 机缘被淘汰 又如何在保障不足的社会立足 相反 瑜伽才能帮清澄人在社会安身立命 首先有方跟他说 瑜伽是有阶级观念 如果你说春秋时代 其实的确是 因为当时是封建 其实有方有没有听过瑜伽的说过 就是礼之大体当中比较信人情 其实礼制礼节这些都会顺应人情去变化 而现在这个社会是什么 就好像有方同学说是开始开放 开始平等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是 是说礼节礼貌而不是阶级 其实就算是最民主自由的地方 也会说礼节 难道有方同学觉得这些地方 就会叫孩子不要以礼待人吗 再说 有方强调现在只是重视礼制 正如我刚刚所说 时间改变思想也会改变 有方强调这些旁之末接的话 那是否有方 我方是否又可以强迫有方同学 亚文着智 逼有方和我吸工饮楼 坐在大自然里才算是度假呢 有方同学又跟他说 清世人会有很多心理压力的平均 首先我方就不明白 为什么瑜伽思想 叫他竞争叫他上转 就有心理压力 我们叫他竞争叫他上转 不是叫他说一刻都不能停 不让自己喘息的空间 更不是转流角瞻 有方同学又跟他说 瑜伽的明文 确定会压索清世人的探索 自身的空间 其实瑜伽是指引他 不是给金科辱路 不是逼所有人去照同一个标准 再说有方同学 我们现在就是要给清世人 正确和明确的发展方向 就是靠瑜伽思想 而不是度假这些触摸不到清世人 根本在这个年纪 没有办法掌握的度假 再说有方同学就说 这个瑜伽思想是限制清世人 但适当限制就是规管他们 难道有方同学觉得 放任清世人不管才是适当的教育方法吗 按照有方罗终 其实法律这些限制你的 是否都是错 有方刚刚问 面对香港社会禁忌的竞争 清世人是否真的可以不争 有方不答 是否觉得落后于人也不重要 但其实有方错了 就算你不愿意面对竞争 也要面对竞争失败的后果 香港不只是竞争之类那么简单 更是对于被淘汰的人保障少 令这些人的艰难处定 雪上加伤 要资纠就唯有下壳而相达 力求相俊 努力捉紧机会 就算不求飞煌腾达 至少有逢宏定的工作 可以维持到基本所需 在社会有容身之地 道德经讲 舍尘后舍先 则死意 即是舍弃退让 就去真先 就只有死路一条 道家史上不争 不向上游 后果是什么呢 是香港有社会保障那么少的地方 我们真的有值受竞争失败的空间吗 当我们除了很多年 田都斗不过不断升的楼价 当房委会说你知 平均要等6年后供屋 当医管局说你知 排公立医院要等3年多 在这个不想象 不竞争就要面对这些困境的香港 我们真的可以不怕喝而上达吗 九方真是门心致问 当你生活在社会底层 连基本生活都成为 难道心理就轻松就没压力吗 当你真的可以说得出 Siri 自在这句话吗 多谢各位 谢谢 粤方的第一负面发言时间为3分07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会去到 甲方的第二负面发言时间 准备好的话可以看我示意的 你会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请问一下是否清楚 是清楚的 可以 好 丁 各位大家好 今天来到二负的位置 其实我们大家都讨论到 其实大家都听到的就是 今天青少年的现况有几点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青少年是很大的心理压力 我们在开辩的时候问有方 就问你 这个瑜伽思想如何帮清晨减压 他们就没有回答 因为他们都知道 在现况底下 瑜伽那种 这样不断逼你 逼你去上进 逼你去有个君子的论说 是不能套到现在的世界的时候 反而 道家思想教导我们如何不争 不应该理会道家世 不应该理会世人所给的枷锁 不应该理会外民 而去反思自己 想想自己想做些什么 想想自己人生目标 现在才是心理压力情况这么大 这么多人跳楼自杀 因为学杰、成绩、外奸所有东西 跳楼自杀之下的解法 而这件事正经就是对应着 瑜伽和道家 为什么道家比清晨更加合适 就是因为现况底下 这么大的心理压力 就会令他们更加合适 有没有今天跟我们说 我们道家没有跟别人说 如何去相处 说我们瑜伽教导了人如何有礼貌 如何跟别人相处 但有方我们今天一负答的人间世 答的其他装置内片的经文的时候 跟你说有教导你如何跟别人相处 只不过外面的就是要逍遥 要找到自己的目标的时候 有方不清楚也解不了 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件事上 比起他们那种有君子读书如人的规限 令到清晨心理压力更大的这件事上 我们的道家更加可取 有方今天我们一负的时候跟你说 满足自己都是道家所有的目标 满足到自己都可以成为到 在现况的下原青人解法 有方就解不了 因为他们知道现在的时势上 他们只是觉得在竞争这么大的社会之下 他们只得一个出路 就是读书跟别人一起竞争 但有没有想过在全球化的议题下 那么多事情那么多其他的选择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有其他的方向的 有方今天跟我们说是否联系人不需要管制 其实他们忽略了一件事 就是他们不清楚同一套标准是套用到不在所有的清晨上 例如刚刚所说的跳楼自杀 很多心理压力的清晨上 难道你还要再加注一套标准跟他们说 要怎样去做原人 怎样去做君子 怎样去上进呢 这件事究竟是不是合适呢 到底适不适合这么多清晨人物 离不开别人的批评和社会的批评 如今思想要求人变得完美上进的概念 怎样可以帮他们面对心理压问题呢 相反道家齐文论 逍遥由他们教我们放下世俗加锁 接受人本身有没有 但人的价值是由自己去定义的 多谢各位 各位 隔方的第二负便发现时间为三分零六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有请月方的第二负便 你发现的时间同样为三分钟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试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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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听到吗 是清楚的 可以 就是不懂得变 不是我分寸主变一副都有跟你说过 瑜伽从来都不是觉得什么一成不变 礼制甚至在瑜伽认为是信任人的感情 在认禁社会人的感情有改变的时候 礼制也可以改变 甚至孔子也曾经跟他的弟子说过 你的心里面过得去 那你就可以遂拘礼 第二个益察有分又说 瑜伽就是固执一死牛一片 其实从来我们都没有说过瑜伽 他相信瑜伽自己也没有任何说 甚至他们是反对的 瑜伽有四户其中一户 正正是互果敢而质者 就是缺断 但是又不懂得变通的人 有方同学 我们其实在这个地方跟你们想法一样 我们都认为青少年不应该故执 所以简单仍然遇到这个说话 并没有对 第三有方也在曲解说我们 觉得青少年一定要学杀 但不是有方请你听清楚 我们在说在现今社会你做什么事都要抉择 就算我去追寻我的理想 我同样都需要和人竞争 我同样都需要向上流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不去竞争论 怎样可以学 有方说在社会纳热 无必 有方立乱 立论无断 以至你们的标准和论点 我根本听不出关系在哪里 有方你们标准自己弹出来说 是要在社会纳热 但是论点从来都没有关过社会事 只是说青少年自己怎样满足自己的心理 怎样可以满足自己思想上的东西 但问题是这些关系社会是什么事呢 甚至乎我们看到社会有自己的规则 没错 有方说得对 正正就是不进质退 以礼相对 你不遵守社会规则 怎样纳热 有方同学又想问你 纳热在你们眼中是什么意思呢 第三无辜 有方只知 有方一味清赞道 而忽略了遇到是有比较的 遇到从来都不是必然的对立 我们只是看清少年面对哪一边更加适合 有方也固执地认为 只有到才可以帮清少年缓解压力 其实不是我方都说过 认为清少年应该适当放松 甚至难道去到底层的时候 清少年又不需要面对压力呢 其实归根究竟 一切的分歧都是因为有方只是沉醉自我幻想的理想世界里面 正如有方开篇所说的 清少年需要在网上逃避现实 即是什么 在现实世界做不到有方的心理满足 就是因为做不到 所以我们才要在清少年阶段 用渔道去帮你适应社会 帮你顺应社会潮流 没有问题 有方同学想问你 自我满足和适应社会 事必要 无可避免要取捨的时候 你怎样选择呢 谢谢各位 月方的第二副变发言时间为3分11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会进入台下发问的环节 双方都各有两轮的发问 现在先请甲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原发问 准备好可以先打开镜头并且试咪的 试咪试咪听不听得清楚 是,听得清楚 那你有1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双 继续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们六个字 可以归纳右方的第一个论点 凡存在即合理 今天社会竞争大 我方都知道 所以我方会先说 青少年压力大 凡右方从来没有 检视过一种竞争风气 合不合理 所以才会觉得 大家都必须参与竞争 但当我们看到 死因裁判法庭提供的数据指出 2017年香港青少年的致死率达10.3 已经高于国际标准的9.1 互相竞争永远都有输家 为什么我们不是去改变 他们看待成败的心态呢 最后想问右方 是不是人人都适合竞争 社会的标准 是否可以衡量 所有人的价值和成败呢 多谢各位 好 现在会有1分钟的预备时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好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先请月方派出一位便员作出回应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示威 示威 听得清楚 清楚的 可以 定 再做位 大家好 有方问我大不大压力的话 我都很大压力的 但问题是今天有压力 我们就去识 但问题是我们如果有压力 但是现在变题是处事认世 有方同学 处事认世就是要适应社会的运作 即使我今天很大压力 就正如我考文贫史一样 我都很大压力 但我可以做些什么 我都是一样要玩个游戏 所以有方同学今天处事认世的时候 处事认世的时候 正正就是即使大压力 但是我们都无奈地要去接受它 所以反而是今天有方同学 甚至乎说完的就是 今天有方同学说到要逍遥了 但问题是如果你逍遥完之后 是不是等同有方同学觉得我们应该要躺平 按照有方同学的逻辑 躺平的话就不会有心理压力 但问题躺平是不是对青年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呢 更何况 今天有方同学说到我们就不要竞争了 但问题是如果你不竞争的话 最后成为了有方口中所说的社会底层 有方同学自己的逻辑 我都不知怎样来 或成为社会底层就失去思考能力 都不凡请有方同学自己解释先 所以按照有方同学 如果你今天成为 轻轻 好 发言时间结束了 好 现在呢 去到月方的台下发问时间 请月方的台下同学可以打开镜头 并且试一试咪 试咪试诮成本听得清不清楚 是 听到的 那你准备有什么话可以向我说 丁 主席评判就职位大家好 刚才有方主编讲的需求理论 说要先满足生理的需求 再满足生理的需求 但有方刚才讲的全部都是生理的需求 但就忽视了生理的需求 在香港这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 没错 我方都觉得这个现象是很悲哀 但是无奈 这个是现实 公屋要排7年 首期要存20年 退休是没有全民退保 生果金正是购买生果 如果不争 要住劏房 住农屋 甚至要睡街 我们真的可以做到不争而争吗? 多谢各位 好 现在我们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请不吝点赞 Macféu 感谢观看 好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甲方的同学派出台上 原作出回应 有1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请问听不听到 听到的 准备好 主席评判有分同学在座 各位大家好 刚刚多谢有分同学的问题 有分同学就问 是否要先满足心理需求 之后才可以满足心理需求 而怎样才可以做到不争而争呢 其实有分同学刚刚不停强调 处事形势是无可能改变的 所以我们作为人类 只能顺应环境 其实我就想问问有分同学 难道我们不能够 这句读家思想 不能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态吗 而有分同学又说 可不可以想得开一点 你们一开始主变 和一副都在说我们有上进心 但难道你们只是觉得可以听这个环境 自己不去改变任何东西 就是有上进心的行为吗 难道不是应该就是以我们少少的力量 去改变我们的心理 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做到不争 而可以是活得更加逍遥的 多谢大家 好 接着呢 有请甲方的同学派出变缘 作出第二次的台下发问 是米是米 是,听到的 准备可以向我善意的 丁 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看变题很狹窄 认为认识只有适应一条路 不过不要紧 有方说道家个人主义 所以说和人相处 礼数、庄子、人间世 得充符都有教 并不是完全忽誓 而有方现在说道家个人主义 我方都认同 正如现今青少年 香港青少年都接受了更多西方的教育 思想都更加个人主义 所以才会重视平等自由的概念 所以想问对有方 你认为青少年要适应 那是不是应该适应西方的教育观 还是平等不重要 要回归瑜伽的集体主义 多谢各位 好,现在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是 感谢观看 好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粤方派出一位台上 原来出回应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示麦 示麦 听不清楚 清楚的 可以 各位大家好 首先我不明白 今天变题是说现在道家 有方和我们说西方教育 不过不要紧 今天有方和我们说要追求平等 首先我不明白 首先有方同学说西方和道家思想 但难道有方同学西方又不讲求礼貌 西方又不讲求竞争 更何况回应有方这个问题 今天他说是平等 但我想问有方的就是 今天有阶级就等于 完全是有方口中所说的不平等吗 今天有阶级其实大家都可以互相尊重 而且这个我说的是 他自己有一个社会身份 今天有社会身份 整个社会才有秩序 如果不是按照有方的邏輯 好吧 现在完全平等 那是否按照有方自己的想法 是否整个社会就是无政府状态 但是现在各个人都是一样的社会身份 那就是有方口中 有方眼中所最理想的社会 亦都是青春所需要适应的势度 多谢各位 好 现在有请粤方派出变缘作出第二次的台下发问 听到吗? 是,听到的 可以 我帮我今天直接将 瑜伽和男尊女卑 什么种族划分 画上等好 但是今天电题所说的是 瑜伽思想而不是瑜伽制度 无可否认的是 其实这个礼教的制度 是会随着时代而改变 但是我们一定不会否认的是 就算你社会如何平等 我们见不见都要讲清楚 就算你社会如何融合 我们都是要守礼节 都是要对人有礼貌的 今天瑜伽所提倡的是什么呢? 是不知礼无以纳也 道家所提倡的是什么呢? 扶礼者忠信之博而乱之手 就是道家是极之拼气 有礼貌这件事情的 所以今天问你 究竟现今香港的清智尼 需不需要设置礼貌? 需不需要守礼节呢? 多谢各位 好,现在进入一分钟的预备时间 刚才提醒了 再次进入一分钟的预备时间 我们再次进入一终, 写住了点几 马, 立体里的肢体 darauf, 我也再进入一终 的程度 能让你认为 应该员 那么, 跟运大 你 我的 好,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甲方派出一位台上邊緣,再出回應 好,還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請問一下,清楚嗎? 清楚的 多謝有方和我剛剛的問題 有方和我剛剛問我們是否覺得禮貌這件事在當代清少,香港清少是不重要的 其實不是的,因為我們由一副主辯到二副都有跟你說的就是 人間世、養生主、得充符這些內篇經文 最重要的內篇經文都有跟你說怎樣跟別人的相處知道的時候 有方在偷換概念,就說我們不想要禮貌的時候 那為何你們又會覺得我們道家是不好的呢? 其實今天歸根究底歸立有方的邏輯 就是有方不斷強要階級身份 他們認為這件事是對禮貌沒有分別的 是可以有階級身份底下 尊重是沿著這件事 尊重是沿著身份禮貌 但是是否真的呢? 尊重其實是否因為他們身份 還是因為我們尊敬他一件事 例如他對我們有養育之恩 例如他對我們而力較多 我們尊重他的經歷等等 這件事是否絕對呢? 是否因為這個階級我們就要尊重他呢? 有方解答不了 就是因為現在在清少年這個當代的社會底下 有這麼多不同的傳球化知識 這麼多不同的技巧的時候 還要遵從那一套新份 不定有年次結束了 是的,請終止發言 好,那台下發問的環節就完結了 接下來會有一分鐘的時間 讓雙方的結辯同學再出預備 現在開始計時 有時間接見 會不會,會不會再一次 會不會再一次 這段時間會不會再次請 最近一段時間會說 也可以 ens Venez,你不再次請 有事 計程級稍照 到尊敬 很期待 有關 fruit 好,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會先由粵方的同學作總結 請粵方的結辯同學發言 會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試咪,試咪,試咪,聽得清楚 是,清楚了 可以 各位大家好 其實今天要總結有方立場 可以問一條問題 究竟所謂更好 是不是就等於更加適合香港青少年去處事應勢 其實今天從這裡就可以總結 今天有方法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錯誤理解這條題目 今天有方法把道家思想明顯得很理想 又或者可以減輕壓力 又可以社會平等 當然 願景固然好 但問題現實做不到 今天先看有方法和你講 會減輕心理壓力 但是首先 其實有方法今天減輕心理壓力 他就不停地把心理壓力 所有東西都是如指如假 首先我方不明白為什麼 所有的心理壓力都是如指如假 例如說好像家長給他的心理壓力 難道有方法又說是如假所致嗎 所以有方法今天完全根本都解釋不到 究竟為什麼心理壓力是如假所致 更何況是 今天社會上其實都存有心理壓力 這麼大壓力的情況下 有方法是不是又採取所謂的逍遙態度 如果是採取了逍遙態度 按照有方法自己的標準 說在社會上是蠟燭 但是原來社會都這麼大壓力的時候 你自己就說沒有心理壓力 那又如何蠟燭呢 更何況就是有方法說到心理壓力很大 有方法是不是甘願闖平做底層 那做底層反問有方法學難度 不是承受的心理壓力更加大嗎 第二樣今天有方法追求是平等 首先我方就不明白 剛剛有方法在台下說到 尊重原來是出於地位 出於等階級 但我方實在不明白這個關係到底是怎樣 正如今天有方同學 剛剛答的業同學 我也很尊敬你 但我的尊敬是否因為你的身份 不是因為我都可以尊敬你的免技 所以兩件事是沒有衝突的 所以今天我出此尊敬 到底關於他有沒有階級 其實關於什麼事 有階級我們同樣地都可以尊敬他 都可以有禮貌對他的時候 我方實在不明白所謂平等又何而來 而詳細看有方法還有幾個問題 首先有方法主辯已經走出來跟我們說 根據需求理論 先滿足生理要求 然後再滿足生理需求 但問題是今天原來香港青年 連生理需求都滿足不到的時候 他們沒有扭住 沒有醫生體 甚至乎首期都要儲20年的時候 有方法說生理需求怎樣滿足 生理需求都滿足不到的時候 怎樣追求我方所說的心理需求 其次今天有方法標準和論點根本完全不符 今天有方法標準講蠟燭 但是論點和我們減輕心理壓力 但社會都這麼大壓力的時候 你減輕心理壓力 為何社會的蠟燭 我方實在不明白了 相反我方一早已經提出信 從儒家思想的時候 可以培養青史 獲取現在香港社會生存裡面 三大能力 第一面對競爭的時候 可以自強的能力 好像我方主編這樣說 香港社會什麼都要爭 一歲半要讀法文 兩歲要讀經文 如果學習道家 符為不爭 顧天下莫語之爭 收斂鋒芒退後一步 讀書考試找工 升職些統統 要抱住一個所謂有社自然鄉的心態 而隨心所謂的時候 道理今天的青年在社會上要怎樣生存 可能我從來沒有解答過 相反今天和我們講瑜伽 軍事自強不適和事不可以不迷 等的自強精神 那青史人才可以有自信和人競爭 從而更上一層樓 簡單問在座各位 好像小組討論電視 那樣 難道退讓給其他人發言 比起主動發言 會更加有一個高機會去錄取它 答案顯而易見 第二 面對社會保障少可以自救的能力 香港失業沒有保障 體病住公屋排回三五七年都不知道有沒有 這樣的環境下青年就好像自生自滅 不努力就會被淘汰 瑜伽提倡下學而上達 青史人可以力求上進 為求自保 但是今天道家在說 不欲而正 天下張自正 即是信應自然 事情就會很清楚 但是不是說信應自然 就不對 但是保住這麼近乎的學系態度 面對殘酷社會 真是夠能力去生活嗎 將會面對人論社會 和與人相處的能力 以禮代人 以和為貴 正是貫穿現在社會的重要思想 就是瑜伽所提倡 但有方道家 正在反禮教 那究竟反禮教 反禮節的時候 是不是有可能覺得禮節就不重要了 我們看到老師也不需要打招呼 因為有可能覺得你們是多餘的 所以各位 道餘兩家從來都不是對立 是互補 今天我們心想為清前好的時候 到底為什麼我們不選擇瑜伽多於道家呢 多謝各位 月方的結辯發言時間為4分07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最後有請甲方的結辯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嘗咪嘗咪請問聽聽清楚 是清楚的 可以 好 這隻評判有方同學 各位大家好 媽媽媽媽媽 我是怎樣出現在這個世界上的 我相信這個問題 我們在小時候都有問過 我們的媽媽可能會開笑地跟我們說 你在垃圾桶撿回來 或者都很認真地跟我們說生命 究竟是怎樣出現 無論答案是什麼 我們可以看得出 我們從小開始就會思考自己 為什麼會存在 自己為什麼要存在 我們從小開始就在想 自己未來的出路是什麼 但當我們真的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時候 有多少人可以堅守自己的意志 尋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標和意義呢 其實今天雙方很明顯都可以看得出 可以想為現今的香港年青人 去找到一個更加適合的處事態度 但沒辦法 有方跟我提得太合憶 聽不到現在年青人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只是盲目地會跟從一些禮教 有方同學的規範 難道年青人沒有獨立的思考能力 只懂得信應現在社會的 那一道生存規則 就是有方同學想看到的東西嗎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全場 全場看下來都解釋不到 為什麼社會上的競爭存在 是有必要和合理的 有方同學一尾堂堂 我們說儒家思想開給我們更加上進 就是上進要努力 但是這種上進 又打破不了現在社會 這種很沉重的壓力規範 其實有方同學需要知道 我們打破不了社會 改變不了社會的時候 這種上進其實是最悲觀的 我們需要放下這種競爭 放下這種壓力 我們才提得開才是樂觀的思想 然後第二 有方同學也把方同學強調 為什麼我們不跟從儒家思想的時候 我們就是甘願去躺平 甘願去做一個社會的底層 有方同學反覆地強調底層 那就是跟我們說 這個社會其實是有階級的 就是在說儒家思想是會有階級的 我們有方同學不斷跟我們說 我們是有社會身份 每一個人都有社會身份 那就是跟我們強調其實是有階覆的 其實在《蕭陽遊》裡面 一幅很臥重又彎曲的書 他得不到木匠的清爛 但用一個角度來看 他就是野貓和黃鼠狼的最佳藏身之處 一隻豪咬身強力壯 他可以勝任各種的體力勞動 但用一個角度來看 他就連老鼠都捉不到 年輕人很容易被人貼上標籤 很容易過於注重其他人的評價 很容易跟從他們的長輩跟我們說 應該去怎樣走 有方同學不斷跟我們說 現在年輕人壓力很大 我們只有一條路可以讀書 然後上班升職 然後買樓 然後買草草的個人一輩子 這總是有方同學覺得很適合年輕人的生活態度嗎? 其實我們不需要強迫每一棵樹 都可以長得這麼不直、這麼挺拔 每一棵樹都適合去木匠做家具 我們不需要強迫每一隻豪牛身上 都是白本無謂、洋洋精通 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 都有自己邊職未來的權力 我們不應該去給青少年服從 在這些條條框之中 去服從在社會的一些規限之中 想像一下如果你是一個為自己未來考慮的年輕人 你究竟更願意去探索自己的未來 還是更願意去服從這個社會呢? 再者,道家思想帶給年輕人的 不單單只是探索自身的意義 還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當今的年輕人生活是一個追求平等的社會 越來越多年輕人會重視平權 因為他們相信每一個人都是平等 而獨特 這個社會是無尊卑之分 無論我們是有錢沒有錢 我們是什麼階級 我們都應該是互相 我們都不應該在這方面的觀念 而道家思想的齊密觀念 就可以配合年輕人的這個特質 有方同學需要明白 社會不是是非黑白兩極 這麼大分別 年輕人需要去擁抱的是社會上 各種不同的特質 不同的差異 這樣我們才可以創造一個更平等 更加共榮的社會 相反 如家思想強調的尊卑之分 有方同學也在說底層底層 這樣就是有專卑之分 有階級的分別 不符合禮教 我們等於淺月 請問這種思想又如何可以更加 更加適合我們香港年輕人 令他們更加進步 謝謝各位 甲方的結辯發言時間為4分10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好 比賽現站告一段落 在主席和評判處理分子的同時 都會邀請評判給一些評語 但在這裡也提醒評判 最佳辯論員是需要額外評分的 每位評判可以先選出三位表現較佳的辯論 再分別給予分數 最佳的一位是會得30分 第二位是20分 剩下一位是10分 好 在評判處理分子的同時 我現在會邀請評判給一些寶貴的意見 會先邀請香港中文大學 粵語辯論隊前隊員 嚴慧儀小姐 我想問一下聽得清楚嗎 是清楚的 好 首先很感謝賽會今天邀請我做評判 我覺得今天這場比賽其實是很精彩的 因為雙方的主線都對於自己的方 其實是一條很強的主線 也都能夠掌握到一些關鍵的概念 例如瑜伽、道家這些 但是我自己就會 你們的觀點都連貫得不錯 不會說打到中間的時候就突然掉了線 或者是有一個很重要的點沒有說到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是不錯 而且其實是很近的一場比賽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有一些表現好的地方 然後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所以我最後給出來的分數應該是很近的 但是我沒有看到究竟是哪一方贏 我自己就覺得有哪些位置可以做好些 第一,我自己就會覺得 我想聽多些現今社會的特徵 因為我現在只聽到正方的現今社會的特徵 就是現今青少年就是心理壓力很大 有很多跳樓或者是自殘的事件 這個就是正方提出的現今的青年和現今社會 但是反方的現今社會就是人人都要競爭 但是我想在這個位置聽多些少的是什麼呢? 就是究竟現在香港社會的競爭和青少年心理壓力這兩樣東西 第一,是哪一樣東西是嚴重一點的? 究竟是競爭是嚴重一點? 競爭是嚴重一點?無可改變一點? 還是青少年的壓力是重要一點? 然後就是青少年的壓力是無可改變一點? 因為我覺得今天那個重點 其實我自己想聽就是你在這個位置 如果是可以說多一點說服到我 例如你可能說服到我就是 現在的現今社會是競爭很厲害的 而且我們是無法改變的 社會就是這樣 所以你就只能夠跟著這個社會去做 而如果是正方,你可以告訴我 現在社會競爭真的很激烈 但是一個社會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青少年 最重要的不是青少年去跟不跟這些制度 而是那個青少年可以自己選擇 究竟我跟還是不跟 或者是究竟香港的青少年能不能夠改變這個現況 究竟他心理壓力是不能夠改變多一點? 還是現今社會是不能夠改變多一點? 我自己就會覺得 如果你在這個位置可以讓我聽多一點點的話 你在後面就不會是這麼泥沼 不斷在這裡說 一方就在這裡說 香港真的很競爭激烈 如果你不競爭就做地底來的 你一定是做低下階層 另外一方又說 但是香港青少年真的很大壓力 你就算要他們競爭他們不開心 他都是做地底來的 我想聽到現今社會的現況 我想說如果再多一點就會好一點 因為你們去到後場的時候 只是不斷地去到現今社會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們就會不斷地問 現在你在香港是不是真的可以不用競爭? 另一方面又說 香港青少年心理壓力這麼大 你競爭是不是可以幫到他們? 我覺得這些位置如果你可以在前場交代多一點 或者你把比較點說得清楚一點 就會更加好 我覺得這就是主線的一個位置 另外一個攻防的位置 我覺得反方是有些謀也有些模糊的位置 其實我想說反方在處理瑜伽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瑜伽思想有些東西是好的 好的東西他們就會繼續說 那些東西是好的 例如是有禮貌 那些代仁有禮那些好的 所以從春秋戰國到現在都一樣是這麼好 所以我們就覺得對青少年好 但是當面對對方質疑的時候 那些階級的那些 我們聽到有一句是說 階級的那些是春秋戰國才說的 現在的瑜伽思想已經不是這樣的了 我自己就會覺得很矛盾 就是給我一種輸打贏的感覺 就是你就會說 如果那些瑜伽思想在歐那些 你就會說以前的了 現在不是這樣的了 然後那些 或者那些你覺得很有用的那些 你就會說從以前到現在都是這麼有用 我自己覺得這個說法就是 不是很好聽的位置 就是給你一種很輸打贏的感覺 但是你對著對方的時候 你就不斷地質疑別人 你就會說你逍遙就是躺平 你這樣是不是大家要做社會底層 又或者你這樣不要禮節 不要什麼 就是無政府狀態 那我就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你自己都會說的 就是第一 你自己都會說 有些儒家的東西 比如階級 講那些人 講那些軍神之別 講那些男女之別 講那些女孩子 三從四得的東西 你又說是以前的東西了 但是講禮貌禮節的東西 你又說是現在的瑜伽思想都有 那我想問一下 那在你眼中的瑜伽思想 究竟是怎樣 究竟你覺得瑜伽思想 那個思想和制度之間 是不是真的可以完全沒有關係 是不是真的可以一句說 那些我們現在不是講了瑜伽的制度 我們現在講了瑜伽的思想 但是問題是他的制度 或者他的想法 就是他的思想的來源 所以我就會覺得在這些位置 其實你們可以再想清楚一些 不過正方就是我會覺得你們不能夠指出 反方的問題 因為其實如果你能夠指出這個位置的話 我就會覺得你整條 就是你的攻防就會比較好 因為你們現在 今天正方的攻防很主要都是問別人問題 但是你對別人提出 就是對別人的主線或者論點提出的質疑 其實很多都是建基於你聽到哪一句說話 你就回過一句說話 你不是在回別人整條的主線 或者你不是在回別人的攻防 因為我自己就會覺得 我自己就會覺得 我自己就會覺得 道家其實不是真的好像粵方說到 那麼躺平 或者道家不是居求無政府狀態 其實我想說道家那種的無遺 為什麼不是躺平呢 因為無遺 其實是說 你是要經過了有為的思考 你是要去順應 你是要去觀察時代 然後去順應時勢去判斷你自己要做些什麼 所以簡單來說 所謂的順應自然 不是說你什麼都不做 在家裡躺平很消極 其實它是說你是觀察完 或者你是看完那個社會的現況之後 你就再去決定你自己做些什麼的行為 從而是去令自己過得逍遙自在一些 即它不是說我是 它現在的道家其實已經不是說我要去隱居 甚至以前的道家 也不是說我要去歸隱 我什麼都不做我躺平 其實它是想說那種順應自然 是說我們是怎樣跟著社會的規則 或者是自然規則去做 所以道家裡面的那種順應自然 那種無遺 其實既是說順應天道 但另外也是說我們順應社會人際關係 就是我們應該怎樣去 根據社會的現況去作出適當的事情 就不是好像 反方那樣 不是好像粵方那樣不斷 撥這個道家的污水 因為道家不是真的這樣 道家不是叫你什麼都不做 甚至如果你們有讀文學的話 你們會知道 就是 在刨丁解牛裡面 其實它裡面那句 有以有崖除無崖 妥以以為之者 妥而以義的意思 其實它不是說 不是說知識是無崖 所以我們躺平我們什麼都不學 其實它是說 現在知識是無崖 而我們人生是有崖 所以它在說的是你是要讀書 不過讀多少或者讀到怎樣 其實是你自己決定 不是叫你讀完100% 但同時不是叫你讀0% 而是叫你思考就是你的人生和知識 一個是有崖一個是無崖的時候 你怎樣利用你有崖的人生 去拿到你自己最適合你自己人生態度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位置 你們可以再講得清楚一點 因為我覺得你們有捉到道家的那個想法 你們有捉到就是說其實是要改變自己的自身 然後你是要改變自己的心態 但問題就是道家除了改變自己的心態之外 你也要告訴我就是道家不是躺平 我聽到道家他們說躺平 還要說你做道家不競爭一定做社會底層 其實真的不一定 因為你要想的就是第一它不是躺平 第二就是我不明白為什麼我不去競爭 就一定做社會底層 其實如果我是適當地學習 然後我學習到我自己覺得夠的東西 那其實是不是一定會是躺平 是不是一定會是做社會的底層 不是 因為一個社會你要成功的話 第一一個社會是不是一定要成功 是不是一定要成功 對青少年來說才是一個好的人生呢 第二其實如果從道家去想 如果我是正方我一定會問 其實在道家的世界裡面 成不成功是你自己定義的而已 所以你要想的是這些社會規則 其實究竟是不是真的一定要跟蹤 其實道家不跟蹤社會規則 是不是就一定不會成功 或者他不跟蹤社會規則 是不是就一定是代表他會做社會底層呢 我覺得這些位置其實你們的工房 都可以做得再好些 我覺得你在這個位置 如果可以在道家 就是別人不斷地撲你污水的時候 你可以再解釋清楚一點 就是跟他們再去說 然後再去做一些質問 就是你這樣說 你這樣說到道家那麼壞 是因為你只看道家的壞事 你說到瑜伽那麼好 是因為你只說瑜伽的好事 但是你要知道的就是瑜伽 都有一些壞事 所以當對方輸打贏要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這些位置 再去想清楚一點 以及解清楚一點 所以我覺得其實最主要 就是今天我聽這場比賽就是這兩點 如果大家可以做好一點 那就會更加好 不過整體來說 都是一場很精彩的比賽 所以我的評語就到這裏 時間交回給主席 好 好 謝謝言慧兒小姐 好 接下來有請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 粵語辯論隊前隊員何浩章先生 再出一些寶貴的評語 大家好 首先很感謝蔡侯邀請我來做評判 這是第一次做了我變超聯的評判 其實我也認同上位評判所說的就是 今場比賽可能雙方的分差或者分別 可以做到一個評級的分別 其實坦白說我自己都覺得是比較困難的 我自己將分子到最後正反都只差3-4分 但是其實在一個這樣的賽制之下 因為他們比等級 就是1-9分 其實可能第一個 內容及推論乘5分 可能其實我欠了一個評判 就已經決定到勝負了 所以在一場這樣的比賽裏面 大家的能力差異不是太大 但是分子的評判 是用一個評判制度的授比 都是很難去比的 Anyway 我覺得我由內容及技巧兩方面去講 其實我覺得雙方的內容上面 聽起來的感覺是成場比賽 大家都會各自有一些很散的論點 或者各自有一些論點 可能一邊講中一邊去做回應等等 其實中途去到中間 就會聽到一個很重要 或者幾大在意識形態上的分別 就是今天到底什麼叫做一個代人處世 其實由始至終沒有去討論過 正反雙方 我自己希望是你由你的主辯開始 是應該要鋪好 你怎樣去理解代人處世 這四個字 講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可能他前場主辯一副的時候 都頂到 都說代人處世是青少年 現在讀一些數據 青少年這樣 可能又讀社會 香港的現況讀一些數據 在前場都頂到一下 但是一到去到交鋒的時候 雙方就出現了很大的分歧 就是到底今天講的這個所謂的處事形勢 是講我們的社會能不能被改變的 這件事是一個大家在這一方面 根本沒有一個共識的地方 正方的立場就是覺得 社會是不能夠被改變的 所以他要改變自己的心態 但是反方的一個意思的形態就是 因為社會不能被改變 但是同時間因為社會造就你的心態 所以你都會被社會牽連你的心態 所以你都要順領回社會 但到後面就變了一點爭辯的 就是什麼叫合理 什麼叫善惡 就是變成一個理想的社會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交鋒 就是一直都在前面 或在城牆都錯過了 就是究竟我們怎樣去審視 這個什麼叫處事形勢的標準是什麼 我覺得其實這個標準 你問我有沒有一個很絕對的標準 沒有的 因為坦白說正反雙方 你都各自有自己的立場 或者什麼 但我覺得這個標準 你是要由主變開始 你要鋪到給我看 這個標準是你覺得 就是言之誠理 或者你是城牆基於你的標準 去做一個推論 或者攻擊等等 但這件事沒有的時候 就會令到 城牆比賽的討論 就非常之輪流於 可能論點 一個論點 一個論點 但是不能夠 主線上 不能夠可以真的 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或者贏到對面 而第二件事 就是說 我最主要抄了兩個戰場 可能第一個戰場 就是說 現在青少年的生活壓力很大 所以就要用什麼處事態度去處理呢 那政方就不斷很強調很強調 去說一個生活壓力 讀了很多數據 先由社交媒體讀起 然後再讀到後面說 一些心理學家 說香港社會 青少年有很大的心理壓力等等 然後就可能讀一些道家的思想 應該怎樣去應付 但是我對於政方好奇的地方就是 其實你和我說了這個社會的現況 OK 這個是社會上很大的壓力的地方 但是這件事情其實 你是和反方 你的分歧並不在於這一樣東西 最主要的分歧 你不是在於這一樣東西 因為反方都告訴你 是很大的壓力 不過壓力都要頂的了 因為你身於香港 沒辦法 但是問題是 你後面可能到義父 或者到後場可能發問的時候 仍然是不斷可能問的一些很大的壓力 然後讀一些數據的時候 我覺得是政方你要想 你怎樣將你推論去另一步 就是政方你最強的地方 不過在我眼中最強的地方 是你應該說是很大的壓力 不過你覺得現在有很多的速度 有多元的速度 是可以去外國也可以 去有不同的發展空間 所以就做到是說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或者是有用無用 這一點就不是再為傳統的觀念 那這個應該是政方 你應該再推一步你最強的地方 但是政方是沒有了 就是變了不斷都是讀生活壓力的數據 但是同樣的反方怎樣去回應生活壓力 我自己對反方的回應也是很有質疑 因為反方的回應我覺得是很跳脫的 反方的回應是一次過砲了幾個回應出來 但是回應裡面可能是有矛盾 或者你的立場是不同的 在回應裡面 一方又說其實現在都不是那麼大壓力 現在都有傳息的空間給他 所以就不是你那個那麼大壓力 另一方面又說不是啊 今天壓力是大壓力的 不過我也要頂的 當然要頂的 如果不是他到時做不到 他就更大壓力的 但是反方的立場 究竟你覺得香港現在 在你眼中用瑜伽的處理 態度香港的生活 你是為了有傳息 其實都不是那麼大壓力 還是現在是很大的壓力 不過你做不到更大的壓力 那你對於壓力的立場是什麼呢 就是我覺得你是需要選定一個說法 是說不是的 我都有傳息 那就是證明你可能覺得都不是那麼大壓力 那麼他就是打倒對方說很大壓力的論點 但是好像打倒不倒啊 對面有很多數據 於是你就再出一個 就是底層一些的博論 就不是的 他最後都會更大壓力的 那就是我覺得你是要選清楚 而選清楚之後 你要就著他來推論 每樣前者還是後者都好 你都要推論 例如後者你說日後更大壓力的 那會不會講到一些老年的自殺 老年的公養比率 香港社會出現的現況 就是講到很多人都是 笑臟不露力 很難途相悲 然後可能長者又怎麼樣 又有抑鬱 你是不是要給我這些數據 去證明你日後會更大壓力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戰場 就是我覺得很難去決勝負的 第二個戰場 就是可能講到後面 開始爭論一個平等的問題 都是在法文的環節出來多少少 這個戰場 那政方就說 今天我們社會開放 就是西方自由平等等等的標準 但是我第一 我不明白現在要強調西方 就是說西方的字 就被凡方抽了很久 就是中國思想關西方什麼事 但是問題就是 你說這些思想出來等等 是這個香港社會的現況 但是是不是呢 就是這件事我都有質疑 是不是確立到 就是美國在美國是 但是美國本身也很大反響 但是香港說的可能是 同志平權等等 同性婚姻等等 其實很多問題在香港裏面 都未必真的做到你所說 這麼平等開放 甚至中國有時候很傳 香港是一個很傳統的一些觀念 都仍然存在 那政方你怎樣去評判 這件事是香港社會的現況 沒有讀過 還有政方你選不到一些最強的說法 例如你在西方自由平等開放等等 其實你應該是找一些 可能是擺明是儒家很守舊很迂腐的思想 擺明是不適合的思想 應該斟堵這些思想出來打 例如是男女平等 妻妾軍神等等 你應該是針對一些在香港的現況 可能是最不適用 或者最受質疑的地方 拿著來講 而不是很籠統的去講一些開放 平等公平這些所謂的概念 你這樣我再給不到分下去 你打到後面的時候 然後反方的回應 我覺得都是很有疑問 同一同樣都是對反方的回應很有疑問 有時候儒家就說做人不要這麼固執 所以隨時代會改變 今天改變了什麼 你覺得儒家改變已經是男尊女卑 那樣東西就不存在了 今天孔子說男女平等無好 又是不是這樣 你說改變了 那你改變了什麼 但後面又說不是的 今天仍然有階級 但都可以以禮相待 可以笑著去性別歧視海 或者很有禮貌這樣 我是歧視你啊 那我的問題就是 那究竟你的立場是 現在有改變到 隨著時代有進步 還是覺得隨著時代 有一些東西都沒有進步 不過都是用禮相待 所以沒有問題 那你的立場是什麼 有進步還是沒有進步 一進步又在哪裡 那這個我又是不明白 那反方你的立場 就是可以站得穩一點點 那反方的立場 不要一個位或者每幾句之間就跳一次 這樣 那但是同樣地 以上說了這麼久 政方都不是很聽得出 對面的這些立場模糊 或者是不清 或者是麻煩的地方 那我都不會給到分政方 就是我給不到分反方 但我都給不到分政方 一樣 那這個講完內容 技巧上面很快講一點點 那第一就是我覺得 一定要選定一個戰場去討論 我覺得今天大家很容易是論點對論點 但是很容易是下一個位 對著上一個位說的東西是不對的 或者只是回應了很少 但我覺得如果那個戰場你有信心的話 你可以選定這個戰場 站在那裡先打 然後再轉 而不是不斷開一大堆論點 一大堆東西出來去討論 這樣會很失焦 我組織到剛才說的內容的評語 是因為我聽了成場 加上我找了一張A4紙 來幫大家組織大家的戰場 但其實這件事應該是大家呈現的 另外每個位的意見就是 我覺得雙方的主編都一樣 就是你鋪的背景 跟你後面想說的東西 不是很關係的 正方的主作是 21世紀 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膊 所以滿足了生理需求 就要滿足心理需求 但後面你說的後面的東西 可能你說什麼壓力 可能你說什麼 你主編都可以的 但是到後面的時候 我就聽不得出 究竟這個前景 這件事對於你來說 是有什麼重要 或者你後面也不太能夠回應到 這件事 或者你也不能夠釘腦蓋 這件事是一個事實 但是另外反方就說 開出來主編說 什麼林宇棠呢 就說他們兩個不是對立的 又說今天他們同樣都是 待人至善的 但是這個 就是所謂就是入了一個假對立出來 你說人家對立製造了一個假對立 但是假對立完之後你後面的論證是什麼 那你是不是覺得兩個都可以 但是你又不是的 你又會覺得你的立場 是儒家比道家更加好 你說人家假對立 假對立之後 你說完這個背景 或者這個拆之後 對你的好處 對你的推論是什麼 又聽不出 這樣 一副的問題 兩邊都一樣 就是很散很亂 就是說你可能拆了一大堆東西出來打 可能正方我拆了聽到四個 反方人聽到五個六個 你聽到一大堆東西出來 但是每一樣東西都只是說 就是一兩句 我的組織和回應都是給得很低分的 因為我覺得你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你聽完一句之後 我只能證明你有聽別人說的 但是不能夠證明你有回應到別人說的 而二副就是我覺得有些暖屈人的地方 例如正方你就說 就是對面說 就是青少年的心理壓力 你說人家沒有介紹過 沒有回應過的 但是其實人家有 而反方二副就是你弄了四個毛的框架出來 裡面毛的框架就說什麼 人家說儒家是一成不變 是守舊的 但是其實人家都沒有說過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反方二副就是你因為為了用了你的框架 就強行挖了對面那些 或者令你的組織很差 那我寧願反方二副 你不要用你的框架 我寧願你扔掉它 就是這樣是有一點點是令到事情更加亂 我覺得在反方二副 而傑辯就是我覺得 反方的傑辯同學我覺得是 有一個整體來說一個極有好一點的反駁 但是都是組織問題 正方就調轉的 組織好一點你講故事 但是你又不太反駁到 正方好像就是你贏到開巷 你出來講故事就完了 所以正方又不是贏到開巷 最後都是那些表現上的字可以讀好一點 讀對一點 即是長有專碑 不是長有專碑 尤其是大家讀那些 用那些字的時候 用典故的時候 麻煩大家讀得慢一點 所以評判九年多起床 是未聽清楚 是未可以這麼快抄到你的短故 還有小弟的文言文比較差 小弟的中文閱讀比較差 即是你這樣讀完 你需要解釋給我聽那句說什麼 否則我中文真的不好 我真的聽不到 或者不知道你想博 或者你想回應什麼 那一點點評語 那就不妨大家 希望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拜拜 好 謝謝評判的意見 最後也有請入夫書院辯論隊 前隊長莫曉怡小姐 大家好 聽到嗎 是 聽到的 好 謝謝 剛才評判都說了很多 那我就長話短說 首先第一件事想說關於主線 今天正方開出來的主線 你開得很大 你第一個點跟我說 你要尋找自身的價值 那我想像就是 他會不會是可能要尋找什麼理想 什麼職業 未來 然後呢 第二點又說 人人平等 沒有差異 然後你兩件事都開得很大 但去到最後呢 其實你所有東西都沒有推出來的 即他到底要尋找自身 青年要尋找什麼呢 又去到第二點的時候 你跟我說人人人平等 但是為什麼香港青少年 無緣無故處世應是要強調人人平等呢 這些位置你開了出來 開得很大 但是一來跟青少年處世應是 關係不是很大 二來你也沒有推動 所以這條主線我覺得是設定不太好 然後去到反方的位置 反方你選擇了的進度很極端 都比較簡單極端直接的 總之就是香港的競爭很激烈 他做青少年就要做齒輪 他不做齒輪他就死了 他就沒有飯吃了 所以你現在爭還是不爭 就是問到出口 所以我不會說這條主線是有問題的 但是是可以設定更好 即是瑜伽不是說真的這麼死板 當然我不是什麼做問老師 純粹是根據我一點點的認知 就是我覺得你們是打得瑜伽太過死板 這個是主線上面 然後我想說說關於你們推論的問題 其實這場比賽的勝負 我是很大的程度比在你們後場的推論上面 因為你們今天後場出現了很多 推論上面有些很奇怪的比方 譬如說有些是矛盾 有些是你推完 但我不覺得你推到 你給了一個很大的結論 但是你當中的東西是說得不清不楚等等 那我給一些例子 譬如說是反方 反方說禮是會變的 所以現今社會就不是當然的封建制度 所以就不會是以前那些什麼藍尊女卑等等 但是你說禮可以變 那怎樣變呢 你沒有解釋過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另外你就跟我說 因為禮是會變的 他們就不用一定會符合同一個標準 現在那些人不是瑜伽說 一定要做到齊家自國平天下 才叫做到標準 但是另一方面又說 瑜伽好在哪裏 就是有指引 就不會放任他們 然後你把這兩件事 還要拍在一起說 我不知道你們能否感受到那種矛盾 我聽到他的時候 就覺得你真的很矛盾 一方面你跟我說 不是的 他可以變的 他瑜伽千變萬化 有不同的標準 不同的世代可以改變 不一定要齊家自國平天下 另一方面你又跟我說 他很棒 他有指引 他就不放任 那些青少人就知道自己做什麼 就可以做好他的齊倫的角色 然後我聽到他就覺得很矛盾 那就很奇怪了 所以你們要留意一下 你們展示出來的時候 會不會內容上面有矛盾的地方 其實這個是關於你們選擇立場的問題 他說瑜伽是你們的立場 其實他就算真的是掌有尊卑 真的是男尊女卑 其實不一定是一個問題 只不過你要選擇 你到底立場想他怎樣 你到底想表達一個怎樣的瑜伽出來 不是說他不符合現代的一些先進西方 西方的想法 好像正方這樣說 就叫做錯的 所以這個位置可以選擇你們的立場 不是所有事情都一定要跟別人 一定要跟別人 然後去到正方同樣都有這些問題 不知道為什麼 你一負二負 在二負的時候 不是 這是一負 一負的時候你跟我說 他就說他掌有尊卑 就有社會階級觀念 所以因為瑜伽有這些觀念 所以就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 就會覺得真的推得太大了 到底為什麼掌有尊卑 又有社會階級 可能我要尊敬長輩 那就會等於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 這個是推到一個社會死亡的地步 真的推得太大 你們真的要想清楚自己在推什麼 然後呢 你們去到二負的問題 是一樣的 就是循環 你們會說回一負廣告的東西 然後分別是不大 所以你們全場比賽 其實中場都是很循環 然後沒有解答過一些 我打了問號的地方 包括譬如說你說禮可以變 怎樣變 等等 然後呢 就是去到 技巧上面的問題 你們這場問問題的時候 問得很虛 你們會不斷問別人 怎樣生存 需要不需要有 是不是沒有就最好 怎樣立身於香港 其實這些問題 都是問主線的問題 就是別人用一條主線出來 可以回答你的問題的時候 那這條問題是沒有任何的針對性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這些問問題的時候 不要問什麼有和沒有 好和不好 這些是別人可以選擇自己的標準 來回答你的問題 所以你一定要把這條標準出來 直接問他 根據我的標準 那是怎樣的 對 所以大家不要再問主線 你們每次出一條標準的時候 你們問一次自己 如果我被人這樣問 我是不是可以拿主線出來回答他 如果可以的話 就不要拿出來問 如果不是你被人鬥的空間實在太大 而且在缺乏針對性 其實是做不到你們想要的目標的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去到你們台下發問 包括你們的台上發問 其實都是頗為混亂的 因為大家其實都是各說各話 而沒有一個真正正面的交鋒 所以你們要留意一下 然後就是最後的部分 不想說這麼長 就是你們要思考一下你的主線 譬如說反方到結尾 結尾 結尾出來說 那家長的壓力是否誘惑瑜伽 其實這件事情 你們應該是值得去討論 家長的壓力 為什麼家長會給她的小朋友 正正是因為瑜伽思想 正方的立場來看 就是因為他們想他們進步 他們想他們有升官發財等等 讀好書 所以就會被壓力她的子女去讀書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的確是瑜伽的 但是正方是沒有吃到 就是你只是隨他離開 但是你們是很值得討論的事情 就沒有去討論到 但是這個位置值得思考的就是 是不是努力等同關於瑜伽的事 譬如說在社會裡面 有很多壓力存在的地方 但是瑜伽是不是叫你去到這麼極端 譬如說正方不停地說 香港很多小朋友自責 很多學生太大壓力 然後他就說這些全部都是怪瑜伽 就是因為瑜伽逼他們努力 逼他們修心自覺清天下 所以於是他們就搞成這樣 但是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其實不是 瑜伽其實也有給他們喘息 這句你們有說的 但你們沒有解釋更加是沒有討論 這個問題也挺嚴重的 你們每次去說一些瑜伽 或者道家的觀念的時候 我渴求的東西是有一句詞 然後有解釋 但是呢 今天是做得不好的 這個情況 正方和反方都是 正方比較偏向的情況 就會是 扔了東西出來 但是不解釋 反方就是有時候會扔東西出來 很少解釋 你們要留意一下這個地方 還有剛才的評判也有說過 你們要放慢你們的速度 當你們去說的時候 其實我是要慢慢去抄下 或者抄完之後 如果你不解釋 我又要自己想那句是什麼意思 譬如說正方說了很多次 什麼莊子的相處之道 人間禍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他的相處之道是什麼之道 所以那裡我是沒有給過分 所以你們不可以這麼口號式 就這樣跟我說 相處之道已經有說過 如何以例相待 所以他不是沒有的 但是你沒有解釋過 如果你沒有解釋過 其實我是不能給你分 還要你這樣丟掉這個書名給我 你是不是想我馬上去找書 所以你們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們沒有解釋 或者沒有 直接連詞都沒有給我的 我真的不能給你分 這些位置就要留意一下 然後回到家長壓力的問題 其實瑜伽是有被喘失去空間 我最簡單想到一句說話 就是窮者獨善其身達職兼天下 其實壓力不是來自瑜伽本身 而是來自他們自己怎樣想 而這個想法 你不可以說努力就等於瑜伽 所以他不可以把所有過大壓力都推卸到瑜伽身上 這件事反方是沒有打算的辯駁 因為你的立場是拿得很極端的 就是努力 瑜伽就是努力 社會上努力就會成功 現在就要努力成功 不是就被社會洪流破垮 所以這個位置 你們就要想一下主線設計的時候 到底你們是想努力 他努力到死都不重要 總之他們要在社會生存 所以就要瑜伽 其實是可以的 你可以選擇 青少年處世應治的立場 就是要努力社會生存 所以我理得他怎樣 我理得他很辛苦 我理得他死 總之就是要努力 那不好聽 但是你們要想一下怎樣處理 但是如果你們不想那麼不好聽 想留一些空間給自己 只要想一下其實瑜伽是否真的 完全是說努力就是一切 就算你們死都不惜 這些就是你們應該值得去思考的地方 所以其實這條問題 是反思得不錯的 但是你沒有跌倒下去 純粹就是問了出來 這樣 不過正方也沒有再去討論 去到正方 正方又應該思考些什麼呢? 就是你應該思考一下 社會是否改變得到 因為全場你們就是這樣說 那些小朋友死了 那些學生很大壓力 然後反方就跟他說 總之你就要進步 你就要努力 那你就可以在社會生存 但問題就是他努力了 那是否等於在社會生存得到呢? 其實現況告訴你 是不是的 為什麼這麼多人要住劏房 就是因為社會街梯流轉不了 就是一些人滑不了上去 永遠住劏房的 只會越佔越底 於是沒有人流轉得到 公屋的階層永遠留在公屋的階層 轉不了上私樓的階層 於是街梯流轉停了 不動了 沒有流動性 所以就改變不了 那這個位置你應該去攻什麼呢? 就是攻其實儒家 你所謂努力的思想 其實在現今青少年已經是沒有用 為什麼他們會躺平呢? 就是因為他們發現 根本努力已經是沒有用 不是他們說 因為太大壓力 很辛苦 所以想放棄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 你們應該去思考的地方 所以這場呢 其實給雙方的建議都是 你們可以回去做一做這個 戰場推演 你們可以每一次出一條主線的時候 自己做一下戰場推演 後場可以推到多盡 還有你們自己的立場可以推到多盡 推到這麼盡 對於自己的反駁空間 會不會太大限制? 這就是我一點點的建議 到最後最後 就是跟剛才的評判一樣 就是 不是清楚一點的問題 而是讀錯字 因為讀錯字會直接影響 我覺得你和那份稿的關係 會令我有一點點心想 你是不是很遲才拿到那份稿 或者出現了什麼問題 所以就留意一下你們的咬字 你們遲些看影片的時候 可以找回自己的咬字 或者讀音的問題 都很明顯 就是這樣 謝謝各位 好 謝謝三位評判 再出寶貴的評語 現在我們會去到宣讀賽果的時候 三位評判都回應了分子是沒有問題的了 現在就為大家公佈今場比賽的結果 今日的辯題為 隔方道家比瑜伽更適合現今香港青少年認世處事 月方是瑜伽比瑜伽更適合現今香港青少年認世處事 是由隔方的盛事提犯書院對月方寶良局八周年李少宗紀念中學 今日的賽果將會以票數作為一個判定 今天的賽果為一比二 換句話來說 是由月方寶良局八周年李少宗紀念中學勝出的 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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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喝就謝謝 謝謝